沙巴立法议会即将在明年9月届满 意味着风下之乡 还有不到一年就会解散州议会 并举行第17届州选举 行动党秘书长陆赵福 呼吁党员做好万全的准备 应对州选举 力求争取选民的信任 他强调火箭能够带动经济发展 绝对是沙巴人民值得委托的政党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赵福 今天在亚币为沙巴行动党党员 代表大会主持开幕议事时 向党员喊话 希望他们在新一届中委会名单出路之后 给予新领导层全面配合 做好应对来届州选举的准备工作 以协助火箭赢得每一个议席 所以来届州选 我们一定要继续的努力 来呈现给沙巴人民知道 行动党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政党 行动党是一个能够可靠的政党 我们能够帮助人民 帮助州 一起带动沙巴的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政党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来届州选 在任何一个议席我们上阵的都要生出 但是条件就是我们必须要做好自己的准备 他提醒党员只有领导层给予机会 党员才有机会代表火箭上阵选举 他希望来届大选火箭能够拿下每个议席 包括原本属于行动党的伊罗普拉州和斯里丹荣州议席 提到推动州内发展计划 也是交通部部长的陆兆福 以发展亚币国际机场作为例子表示 部门会在下个星期五向内阁提成 扩建机场的建议书 一旦获得通过 有关扩建计划将由大马机场控股公司出资执行 以应付日益增加的客流量 从现在的每年900万人次提高到1200万人次 除了沙巴旅游业 团结政府也致力于协助州政府 推动一切与海洋相关的经济领域 包括运输业 港口贸易以及著名海鲜业 以便进一步带动沙巴经济迈向新的高度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